而在新城乡的元旦升旗 活力建走暨空屋房子宣导活动 一早是在新城乡公所来举办 有一千多人参与了乡公所所举办的建走活动 欣赏到新城乡的美景 乡长何理台表示 今年度争取了4亿多元的地方建设经费 今年就会逐步来执行 而未来它也会向中央争取更多的经费 来破坏新城乡的未来 新城乡公所在1号早上办理110年元旦升旗 活力建走及空屋房子宣导活动 借由各个族群参与建走活动 激发上面集体意识及国家认同 瓷缩和谐的氛围 建立良好互动关系 以及推广居民实际参与的运动 以健康积极城镇的热情及活力 规划新城乡幸福蓝土 并且结合环保意识 加深民众对环保概念以及永续经营的理念 有那边舞团的活力热舞 花园线全铃启示人训练协会代言的健康操 花园女中一队表演等等 活动并且颁发 漫波新城画我家乡 画画比赛当中得奖的小画家 表扬他们画出家乡新城的美好 而多厢大展也让现场气氛 持续热闹 现场近三千人 聚集在新城乡 共同一届新的一年 新城乡是一个大家庭 不分族群 各方面的文化的推动 大家互相来支持 大家互相来肯定 而且大家互相来尊重 不管是原住民的风铃记 补医区补脑记等等 还是我们汉人的道教的宗教礼仪等等 大家互相来尊重 而且新城乡公所所办的任何的一项活动 每次都超过千人 尤其今天虽然是疫情 但是大家自己在我们的通知之下 西加大也见到这个地方来 而且在七年一年的疫情当中 新城乡公所所有的同仁 对于我们的乡亲要特别感谢 这点为什么 由于从国外回来的 西加隔离检疫的部分 大家都配合的非常好 可以说让我们花莲一些是 零疫情零感染 这完全是花莲人真爱自己 照顾自己就是照顾他人 所以今天要代表公所的团队 在七年一年当中 给大家帮忙很多 也指导非常的多 我们希望在今年 我们继续公所团队努力一步 继续为我们乡亲来争取更多的建设 更多的福利 在此代表公所 向各位表示 元旦快乐 大家深信愉快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校长 我们先请校长 邀请我们来宾致辞 我们现在 今年是中华民国110年的元旦 感谢大家一大早 不为寒风来参加我们的元旦 升旗典礼季进走活动 去年呢 我们共同经历了一场四季的大灾难 至今仍未来平息 然后生活上或许没有那么的如意 但我们深信一切都会过去慢慢好转的 在任何大灾难面前 我们才能显示出我们人类的渺小 但是唯有爱与包容 我们才有巨大的力量来对抗所有的磨难 在这个时刻 我们要更团结 向展合理台表示 希望透过升旗典礼活动 与乡亲们一起迎新年 更借此祝福乡亲 感谢乡亲这一年 对向展合理台 以及乡公所团队的支持 今年的元旦遇到寒流来袭 冷熟熟的早晨 没有击退乡亲们热情一直支持 前来先能向升旗典礼 乡亲以及民众 没有减少 反而更加的踊跃 在未来的一年 商量合理台不负众望 带领团队 决定为乡亲打拼 祝福乡亲在新的一年 鸿运当头 健康喜乐 平平安安 心想事成 记得请你 先让我们到